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Google的語音輸入 那麼你找到 比如說我們用今天的 今天的這個 你從這邊新增 在Google的雲端硬碟裡面其實有兩個 我不用廣播吧 對 你喜歡看我的就轉台到我這裡來 暫時要忙自己的事情就轉台到別的地方去 你從這個新增有沒有Google文件 有兩個地方你可以用 一個是Google文件 一個是Google簡報 我如果在這邊增加一個Google文件 好 建立 你看到我的那個影像可能會有一點點delay 但是因為我們在現場嘛 所以沒有關係 好 你看 我剛剛有特別再問一下大家 就是你打字的速度快還是慢 有的很快 有的很慢 對不對 但是不管你打得快還是慢 手會算嗎 怕顧忠寫也算嘛 所以你來這邊工具裡面 有沒有一個叫做語音輸入 平常我們在用這個 手機也好或收訊型 你是用單句的嘛 命令式的 就一句一句一句的 那這邊你就可以是講比較長一點 好 比較長一點 你只要把它按下去就OK 第一次呢他會問你 要存取你的麥克風 我們現在就來測試一下 如果我用語音輸入的方式 你覺得打字有沒有比你用 這樣快一點 好像還OK吧 一般口語化的文字 這樣通常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 各位有沒有發現我們這樣 輸入的速度還算不錯 因為語音的辨識這一塊 現在也是 即影像處理的雲端化之後 又是現在比較信心的 比較信心的一個效果 那各位你有沒有發現這樣子有什麼缺點嗎 沒有標點符號有注意到 那麼 Google有沒有標點符號 有 在這裡 註音裡面有沒有 這個裡面有沒有一個叫做手寫的 你把它打開之後你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全形的標點符號 它的缺點就是在這邊你就要這樣 你們平常都用哪一個 你們平常都是用哪一個輸入法 註音嘛 做音要打標點符號是不是相對比較麻煩 要打標點符號是不是相對比較麻煩 控制度點 控制度點 啊但是其他的咧 控制度點 你難道不能有別的 除了度點據點 難道其他你現在都不用了嗎 儘量避免 我跟他說我用沒有什麼是沒有這個困擾 沒有我無什麼的 我要什麼符號就打一打就出來 但是你標點的 你們用注音的會比較麻煩一點 那所以這邊呢 它就有全形的 這樣效果還可以吧 在這裡 我變成手寫的 手寫的裡面就有 手寫不是在注音也不是在拼音 在手寫裡面 就會有 那你可以發現 其實這樣一般的辨識效果都還OK 而且速度也蠻快的 當然其實我會建議各位 其實還有其他的選擇 像 我除了用這個以外 我的手機上還有另外一個 叫做 這個 你可以到我的部落格看一下 你找一個關鍵之叫 迅飛語音這個好像沒有 這個 這個部分的話 它就是在手機上的 但是它會連什麼 會連標點不忘都幫你打進去 對 我覺得這個是它的優點 號稱一分鐘速度四百個字 可是我覺得 速度是其次啦 但是重點是你要正確還要方便嗎 好 你們呢會廣播很嚴重嗎 有一點 好吧那我們就還是廣播 OK啦齁 好好抱歉抱歉來 OK這樣 這樣可以齁 好 那麼這個地方呢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 如果看視訊的部分 通常我就會用廣播的這樣 各位看的效果會比較好 好 你知道我們正式 現在開啟動情 好 這個是它的畫面你可以先簡單 稍微看一下 還行 行有很多種 有的人說 好 我就跳後面一點 來到台中市 大同國小 進行延期 有沒有發現標點不忘都出來 因為它變成手機上的一個輸入法 你在行動裝置上 尤其你在行動裝置上裡面有輸入法 對不對 你用註音再怎麼點也是還算慢 是有沒有發現 我連標點不忘都進去了 這樣發現了吧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你再去看看這個輸入法 我覺得也還不錯 但是它真的需要微調一下 你如果沒有微調 老實講 有些人會用不習慣 可是你透過微調之後 就好用很多 就好用很多 這個是我覺得還不錯的 這叫訊飛語音輸入 IOS上也有 Android上也有 你可以做參考 可以做參考 那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所以我就 不要講太多 我只跟你講說 有這樣的東西 那你可以像我們這樣 Google的文件 是不是就還蠻方便的 你可以 把這個東西打開 這樣也可以 這在電腦上 你只要有麥克風 就可以使用了 好就可以使用了 那一定要有麥克風嗎 呃 如果你 如果你沒有麥克風 雙手 用打的當然可以 哈哈 哈哈 對不對 你沒有麥克風 所以說 你最沒有也要 你用手機可以啊 手機也可以啊 手機 你在手機上打開你的什麼 雲端聽別啊 對對對 手機上有麥克風 也可以輸入啊 也OK 其實最主要是 插在哪裡 我們一般是口語化的 就是說一般都是命令式的 都是一句一句 但是你要比較長一點的 你就比較不方便啊 對不對 比如說你在Line啊 在FB上 你要回覆人家 這樣 是不是就很慢 對吧 所以如果能夠他幫我們 把表演不好打好 或者是 我能夠做比較長一點的輸入 我要做 講一些事情 或記錄一些事情 相對會比較方便 相對比較方便 這個是 順便提一下 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 語音輸入的 語音輸入的 所以你就可以 減少一些打字的時間啊 因為畢竟 打久了也是 為了